原来王菲怀孕时胖到了150斤,网友,真的不敢想象她也会胖。胖了就不鲜了。 王菲自从和谢霆锋公开练习之后就越发的低调,仙少出现在观众面前。 近日天后被拍到出行,一双大长腿是利息睛,大腿小腿一样细。 47岁的年纪都还能保养成这样,不服不行啊。 印象当中的王菲一直是薛瘦的身形,但其实,原来王菲怀孕时也胖过。 感觉有点像李静,哈哈哈哈第一次见圆嘟嘟的飞,巧可爱。 网友们评论,真的不敢想象她也会胖。胖了就不鲜了。 这张图上她胖了脸型,是橄榄形。 其实王菲怀斗镜铜的时候是150斤,这个都把她拍瘦了。 怀里烟时候也胖得不行,神奇的是她怎么迅速收回来的。 虽然是天后,可依旧没挡得住运气发福。 可是孩子生下来之后,该演唱会还演唱会,该美还是美,该天后饭依旧天后饭儿啊,小编给这包贵了。 说到王菲,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女人了,那就是张柏芝。 众所周知,张柏芝给谢霆锋生了两个儿子,据说,张柏芝为了生下健康宝宝,结婚后她搜索了各种方间安胎方法。 她坦然,自己身体本来就弱,所以怀孕前已经开始吃叶酸来调理身体。 张柏芝怀孕以后就停下工作,在家安心阳台,学习育婴知识。 到怀孕后期,孕妈妈都会非常辛苦,张柏芝也不例外而且为了孩子,她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了。 当接近预产期,人就开始抽筋,而且半夜上一趟厕所都觉得很累,后来就放了一个桶在床边,当她马桶一样,一下床就可以解决。 张柏芝还说,生完大儿子后,自己曾经流产了四次才成功怀上小儿子,怀孕的过程一点都不好受,其中心酸只有她自己才知道。 美艳的张柏芝,在怀孕的时候,为了孩子也会不顾形象的大开吃戒,妈妈们只要是为了孩子好,真的什么都可以不顾了。 妈妈好伟大,没有人能预料到怀孕之后,会变成什么样子,但是为了孩子,他们义无反顾。祝福他们。